你看這個 我想問一下 這個真的就是內衣了吧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穿呢 真的應該是 小可愛不賺內衣 不好意思喔 我不知道什麼是小可愛 小可愛是怎樣 小可愛是一種 衣服的名字嗎 是什麼意思 小可愛是什麼意思 他有什麼大可愛中可愛小可愛嗎 為什麼是比較可愛的內衣還是怎樣 就叫小可愛 的意思 還有這樣子的 都自己取的喔 你們自己取的吧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懂 我是真的不懂 小可愛等於可以外穿的內 那可以外穿的內衣還叫內衣嗎 你們真的很奇怪 可以外穿的內衣叫內衣 那就不叫內衣了沒 那個叫什麼 小可愛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們會只要叫小可愛了 因為他就是 穿出去的內衣 但是又不能叫內衣 原來是這樣子 哎呀呀 你們就是內衣外穿 讓他一個合理的解釋 讓他可以內衣外穿 可是叫內衣好像不對 好就讓他小可愛好了 很奇怪 你們明明就內衣外穿 還在那邊給一個可愛的名字 然後讓這個東西合理化 對不對 你們是讓這東西合理化 請繼續好嗎請繼續 男生蠻開心的 不是 這個呢 這個裡面那個叫 小可愛 外面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不算內衣 那個不算內衣 那個 那你跟我講內衣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遊戲在幹什麼 安全褲是可以穿在外面的內褲嗎 那你怎麼不叫什麼 小安全之類的 上面就可以叫小可愛 下面不能叫小安全 不是很會取名字嗎 不行呢 我一直會環繞這個小可愛 小可愛裡面還要再穿內衣嗎 要是不是 那要的話就可能不算內衣了 他算中 為什麼他都已經那麼貼了 為什麼不直接讓他變成內衣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再 不懂耶 這就好像男生穿兩件內褲一樣 你懂嗎 我真的不懂耶 等一下 不行不行 這個這個 我會只看 看到他那個 我會有點好奇 我也只能問你們 不懂我要問誰